好,我讲一个估计很多人,有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哪一个 哪一个呢,看在这里 讲一个 13 方括号,一想到方括号你就会想到什么 数主 数主,是吧 好,接着这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方括号,我特地写一个名字啊 我现在到多少 到15了吧 方 方括号不是数主的专属 这是我起的名字啊 没有这个数据啊 很多人就想到方括号就操作一个 数主的下标了吧 是这样的吧,实质上呢,不是他专属来的 我再重新改个名字啊 对的 指针是可以的 呃,这一个改一下 哦,这一个还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啊 15那个改过来了吗 好,他有个转移字符啊 这种,好,不用管了啊 现在我来一个 这个我整过来之后啊,看一样 好,现在回到这里面 回到传统一些写法了 回到一些传统写法 inter的a等于10 还是直写那个例子啊,这本帅没变的啊 然后接着定义一个指针 你有种写法你可以合在一起写等于什么 取缔子a 好,现在我想应该准确一点 我通过 通过一个指针 间接 专业术语 间接 操作 a的内存 那接着我们是怎么做 我给他改一下 只是新花片 是我通过这个指针 来间接操作a的内存啊 好,接着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111 三个1吧 然后现在这个改了吧 好,现在来一个操作就在于 大家看一眼啊 我现在来做一个操作 看啊 我把这个a的内存打印出来 a等于把 我们a等于摆放号d 现在啊 是不是你可以直接来个a啊 你还可以怎么弄 是不是可以通过内存 什么呢 新花片 那接着上面写个啥 新花片了吧 好,现在我会给你操作 和大叔 你还可以这么写 接着我先给你写一下 新花片 等价于 这个新花片 加0 你可以这么写 然后接着 同时等价于 p 0 是一样的 你总觉得我是 我这个方块就专门 操作数组的一个下标 实际上我们内存就是一个大数组 你只要是指针都可以用方块 好,接着让我看一眼啊 看一下是不是可以了 看一下是不是可以了 就谢谢 来个15 可不可以 那现在我再来给你改一下 来个p 0 等于 来个250 那我再来打印一下 我打印是谁呢 a等于百分号 d 后面写一个a 这是另外一个 你看下如果a变了 那说明是不是这一个就等掉于新花片啊 好,我们看一眼啊 一不一样 一样了吧 所以说结论是这样的 看在这里 新花片是 这种操作方法的等 等价于这种 啊,都是写错了是吗 等价于它 然后呢 记得操作的是指针 什么 所指向的内存 你是不是操作是你指针所指向内存的 所以在这里面要注意 不是说 你这个方块一定用在数组 用在只要是指针都能用 记得你不要给我整一个e 整个e就会越界 等到后面我们学完数组之后 再给它介绍啊 你不要给我加个e 你加个e啊 它就跳过去了啊 我们还没学指针的加减法 还没学指针加减法 这边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啊 好,看着 加深印象嘛 p1等于111 好,看一眼 谢谢 谢谢 15 你现在在这里面你感觉是没有问题 是不是啊 好,现在哪一个在这里面没有问题 那我现在 没有我我把这个代码放在什么地方啊 这一个是明显已经是一个越界了 已经是越界了 好,把它放到这了 我不能够担保他也能检测出来 但我希望他能够检测出来 好,这边也没有 这边也没有啊 接着啊,有了 死了没 死了吧 所以有时候你编系能检测出来是非常好的一个 好,接着我也简单先给你说一下啊 这个真是真实了啊 彻底死了啊 好,这一个不要写 这一个是一个他已经是干嘛呢 也是一个野子针 操作野子针指向的内存 好,我给你说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啊 这一个就相当于他是等价于这种 他是等价于这一个 在讨论啥呢 我在讲的时候 回到这 等价于下面 你看一下 我本来是不是我P操作P的P指向内存啊 你的P是已经加1了吧 加1还是原来那个地址吗 你能想得到是已经不是了吧 原来只是操作P的 你加完1之后还是原来的地址吗 不是了 所以说是野子针指向内存啊 所以在这边需要注意啊 有时候有可能是一个编译器检查不到的话 你去别的编译器 有时候去VS测一下 VS没错 你要去Linux下面测一下 两者之间可能某一些编译器 某一块做得好啊 那他就能够检查出来了